HollyFunders is working fish 在介绍过要如何注册免费域名后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让我们注册的网域 在无需额外下载安装的情况下 直接获得免费的SSL凭证 使我们所架售的网站 可以使用像是service worker等 需要https才能使用的功能 要轻松让网域可以免费的获得SSL凭证 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网站 Cloudflare Cloudflare的大名可能不少人都有听过 Cloudflare这间公司提供了许多网站管理相关的服务 包括像是DNS、CDN、DDoS防护等 以及我们本集的重点免费SSL凭证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简单的了解如何使用Cloudflare吧 首先我们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这边我就不多做示范了 如果已经有账号的人可以直接进行登入 登入后Cloudflare会自动将我们引导到它的后台 我们点右边的Add Aside按钮填住我们的域名 这边Cloudflare会让我们选择网域的管理方案 我们拉到下面选择免费方案就可以了 免费的版本就已经有许多功能可以使用 进到下一步 这里Cloudflare会将我们域名的DNS Record导入 但因为我这个域名是刚刚申请的 所以里面还没有DNS Record 在这个页面里我们也可以先将DNS Record设定好再进入下一步 接下来进入重点之中的重点 我们要将域名的NAM Server改为Cloudflare的NAM Server 如果这一步没有做 不管你在怎么设定 你的域名都只会卡在你域名注册网站最后设定的样子 这边我们以Freenom为例 我们进到Freenom该网域的后台 点击Management Tool 在下面找到NAM Server的选项 进去后选择下面的 Use Custom NAM Server 将Cloudflare Get a NAM Server给贴上 然后按储存 回到Cloudflare 按DOWN Check NAM Server 这样就大功告成啦 至此 我们只要将快速导览页面中的 Always Use HTTPS 总是使用HTTPS的选项打开 找换按储存 剩下的可以不用动它 再稍等一下 等待NAM Server的Check完成 以及SSL凭证的发放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网域的前面 已经有SSL凭证的锁头了 OK 今天影片的没出啦 如果下面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帮我们来小伙伴 打开订阅 OK TayCase See you guys